点前看到的就是陆军正在进行的榴弹炮射击前准备 在哨音之后马上就要进行实弹射击 带您来看现场情况 好 今天早上就来彰化陆军举行炮兵基地的 例行性火炮射击 进行105公里榴弹炮的火炮实弹射击 将从炮训中心往着水溪射击 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撼 只是中共军演没停 国军不仅保持高度戒备 各部队也依照年度的计划训练 过程当中参演的官兵也依照不同的状况 以熟练动作操作火炮武器 再配合管制官的射击命令 精准命中目标区 展现矜持的训练成果 那加上因应最近共军实施的军演威吓 国防部也严密监控军事动态 只是这次的陆军榴弹炮射击演练 就被联想是针对共军的演习而来 时间点相当巧合 引起外界侧目 军方就澄清了 这次的演练其实是年度例行性的演训 国军各部队在日常演训 场运 正常运作 持续落实各项的战训工作 以强化部队战力 守护国家主权 以及国防安全